大家好,我是白的野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款文字识别软件 白描 它可以把图片里的文字整段整段的提取出来 我们就不用一个一个的打出来了 非常的方便 那因为它是专注于文字识别 所以它的识别效果是比我们熟知的 你像散播全能王是更好的 这个准确率是更高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那这个软件你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 1803就可以收到这个下载链接了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软件 打开软件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它这个非常简单啊 就是第一项就是选图片 第二项拍照片 第三项历史 然后这个拍照片呢 就是如果你想要扫描合同啊 或者是书籍上这些纸质式的文字呢 你就可以拍下来 然后扫描 那这里呢 我就从相册里选取一张图片 来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点击这个 那下方呢有一个裁剪按钮 这里呢你可以把多余的部分 给它裁剪掉啊 打上内钩就OK了 然后我们再点击右下角的 这个识别按钮 它就会自动扫描 这个图片里的文字 识别出来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有那个绿框 这个绿框的含义呢 就是说它识别出来这行字了 那你可以点上啊 点上就会自动变成绿色这一行 然后呢 多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往下拉 按手指按住 然后往下滑就行了 那这个漏掉呢 再点一下就OK了 那好 就识别这些 先识别这些 点击右下角这个文字 就可以看到 这里呢 就有这个识别的结果 那这个文字呢 你可以在这里编辑 比如把这个句号 改成改单号都可以啊 然后识别出来 你就可以在这编辑嘛 然后复制 保存到你的那个 word或者变迁里面都可以啊 就非常的方便 这个识别的准确率 也是非常高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右下角一个校对 然后上面是我们识别出来的文字 下面是我们的圆图片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高价格的毛件 这个识别的准确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是我推荐给大家这个软件的原因 因为它真的太好用了 专注于文字识别 真的非常的强大 那可能有小伙伴就说了 扫描全能王和这个QQ自带的 也有这个文字识别功能啊 只是我想说这两个在白描的对比之下 就非常的勾水 那你比如说我们识别这张图片 在扫描全能王里面 然后点击这个OCR识别 整页识别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识别 就很怪你知道吗 它会自动另起一行 比如这里明明就可以往右滑 这是明明是一段话 它非要另起一行 而且右边这边都是空白的 而且这边还有一些 少识别出来一个标点符号 所以扫描全能王和它比呢 就没法比的 我们再来看QQ啊 QQ它自带一个提取图论文字 这个非常的方便 但是也是有一点问题 你看药店都会挂在古代 其实好像错了吧 药店都会挂在古代啊 看头是在古代药店都会挂一副对联 所以这个也是有识别的错误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白描 那如果我们用白描的话 可以看到在古代药店都会挂一副对联 我们交对一下 这个准确率非常的高 比QQ自带的和扫尾全能王的文字识别 好了不止一星半点 所以这是我推荐给大家的原因 因为它真的太好用了 OK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点一个赞点一个推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